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二 我们继续复盘一下今天的情况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今天标普Y指数期货下跌0.47% 那么按照当前的K线来看呢 我们看到今天又是收出了一根实际星线 而且是阴线 那这意味着今天的博弈结果呢 空头胜出 我们看到已经连着出现了五根阴线 包括最上边这根小的阴线 也就是说一个实际星线最后收音 那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震荡下行的走势 那么今天日内的博弈呢 也是相当的激烈 所以前前天收出实际星线吧 那今天日内交易者的难度呢 是相对较大 那一度往上反弹啊 我们看一下四小视图 这是我们所画出的一个下跌趋势线 然后下跌反弹 是吧 然后回路 那这样的话给人一种感受呢 可能要去突破它的感觉 但是由于今天又收出了阴线啊 所以我是觉得啊 多头呢 仍旧可以等待在下跌趋势线的右侧 再去考虑做多头 那现在呢 还不能说进入到多头的实力范围啊 它顶多是一个局部的反弹 所以全天是一个收音的过程 那后续呢 有望啊 再次在这里反再次再反弹 测试一下这个下跌趋势线啊 呃 对吧 那么下一个交易时段啊 或者是下一个交易日吧 我们需要看啊 向上破位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全天收跌啊 全天收跌表明空头还是很强的啊 而且呢 标普白指数呢 对于左侧波段的低点还差一点点啊 还差一点点才能啊 这个跌下去 下方MSD啊 还是一个死差的状态哈 所以对于多头来说呢 不需要着急啊 不需要着急 好吧 我们再看一下四小时图 嗯 你可以把下跌趋势线这么画一下 再等待 这根蓝线下跌趋势线的右侧 再去考虑 做可能的反弹多 那现在呢 仍旧应该啊 这个到这个下跌趋势线附近 应该仍旧可以 找到一些空头的机会 或者是 呃 到前期高点 这个阻力区啊 再次等待一些 可能做工的 做工的机会会 更好一些哈 那对于做多的交易者呢 尽量等到 下跌趋势线的右侧 再去做啊 嗯 今天啊 这个 又又又多了一下啊 又多了一下 嗯 我们看一下纳萨克 今天的纳萨克指数下跌 百分之零点九五 我们看到日线图再次创到了 创了一个新的日内低点啊 那阴线 首先是阴线 其次创了一个波段的新的低点 这是一个健康的震荡 下行的走势 呃 那他呢 你更应该等待下跌趋势线的右侧哈 刚才我们啊 标普摆指数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呢 呃 也应该啊 以这个 这个曲线为准啊 好吧 那 那斯达克指数呢 日线图呢 应该以 这个下跌趋势为准啊 作为日线级别的右侧 点位啊 那么在四小时级别呢 我们看到他实际上也是在局部的一个突破测试啊 那我们事后一看呢 发现他突破失败了 对吧 因为他价格没有收到这个下跌趋势线附近啊 呃 上上访啊 那表明当前这趋势线还是有效的吧 又砸了回来 而且啊 最新的这根四小时级别的局部的小空头是有效的 那我们日线级别的局线在哪呢 在这呢 在上方呢 对吧 在上方 所以多头是不需要着急的 那创了新低之后呢 多头是不需要着急的啊 好 这就是今天的情况 嗯 总体来说现在是一个创新低的一个过程 嗯 对的啊 一句话 三个字 不着急 好 我们看一下 呃 今天的这个道青司 我们楼眼啊 那道青司呢 啊 今天是微微反弹百分之0.21 哦 那不行啊 这个跟标普有点像啊 我们把这个日线图的下跌出现啊 这么一条 你会知道啊 现在呢 呃 今天是一个 呃 这个叫外包棒啊 吞没了 其实今天是吞没了前 昨天这根小时的星星啊 那接下来还是有希望往下再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这几个图呢 表现都不一样 我们这么一画 你会发现 今天是把价位再次拉回了 我们不是刻意化啊 还是确实是遇到了横向阻力区 然后回落啊 那明天需要看一看多头线上拉的一个力度 如果上不去的话 那将继续去测试这个几点啊 也就是说左侧波段的地点 好吗 这几个图稍微有些不同啊 最悲观的现在看来是纳斯达克 传统股呢 由于 由于比纳斯达克跌得深啊 你看 也差不多吧 反正 所以明天我们要看一下在临界位置的一个表现 罗素呢 我们看一下日线 罗素 罗素的日线图呢 下列出现啊 在这附近啊 没有能有效的突破上去 回落了吧 因此应该等待日线级别的右侧 再去考虑 多头 四小时级别呢 今天的四小时级别 这个图呢 这么画 他也是被砸回到这个下跌趋势线下放啊 所以上方在日内呢 会给出一些做多 这个做空的一些机会哈 再突破 然后再做空 对吧 那在这个下跌趋势线之下呢 都可以找做空的机会啊 那么做多的机会呢 需要等到这个下跌趋势线的右侧 下跌之后的反弹啊 才可以去做 好 当然更啊 更小的时间框架的交易者呢 有更多的 要做多和做空的一些机会啊 好 整体来说呢 呃 虽然啊 罗素和道琼斯呢 都是微微反弹 但整体的一个局面呢 还在空头的势力发布内 他们俩更像标普外指数啊 更像标普外指数啊 而纳萨克指数呢 在创更低的地点 好 今天的原油呢 下跌2.79% 我们看到日线图还是连着下跌哈 表明啊 下跌趋势线被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 还没有完全的踩到 踩到趋势线上 没踩到吧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今天给出的思路呢 是啊 去就是昨天排后呢 是做空 那今天这是反弹之后呢 做空 那现在呢 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震荡下行 那么这样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了哈 再下落 再止跌的话 可能会给出一些日内反弹的一些机会哈 这是四小时图 我们把这四小时图啊 就这么画吧 嗯 啊 继续往下跌一下 然后呢 看看能不能止住啊 在这个下跌趋附近 好吧 同时呢 这里有一个横向的支撑区啊 所以啊 原油啊 要在下一个交易时段要看空啊 然后看能不能给个一个反弹 好吧 下接趋势线画好 在四小时级别 嗯 黄金 今天的黄金呢 是微微波动0.12%啊 那实际上 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日内博弈啊 非常猛烈的日内博弈 我们今天盘前 在四小时给出的机会呢 是做一个小反弹多 然后呢 再在这个 就是这个 智商阻力区之间震荡啊 对吧 弹一下 然后又落下来了啊 那接下来能弹上去吗 这就不好说了啊 因为第一次的话 肯定能反弹一下啊 稍微给个反弹 那你看空头这么急不可能 又坐下来了 说一定会跌下去吧 有一定的概率啊 说能不能再弹一下 也有一定概率啊 这是一个窄幅的震荡啊 对吧 那怎么办呢 这个黄金本来就比较复杂啊 你看 过去这儿 跌下来 他停了一下 他又弹了一下 是吧 然后横盘了一下 再跌下来啊 所以 呃 这黄金现在呢 你可以做毒啊 但是 你一定要注意 你的止损放在哪里 你的预期是在这里震一层 是吧 那空头可以做空吗 坦白说 可以在下方挂突破单做空 如果他再弹起来 你也不要太怕 是吧 也可以在这个阻力区 挂一个空单啊 sell limit单 对吧 嗯 总之呢 这个窄幅震荡呢 但因为他太窄 所以他有很多的 这个波动的这种余地啊 嗯 好 最好 最相对安全的是 在这个阻力区挂空单 sell limit单啊 比较不安全的是 sell stop单 对吧 啊 by limit单 次指啊 在这做 就当前这个点位做毒啊 也有一定的胜率啊 反正这几种啊 最安全的就是 by sell 这个sell limit单 对吧 在这个阻力区挂空的 大家自己在局部啊 这个小时间框架上去找到一些信号去做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天然气今天的表现 那日线图呢 我们一直在等啊 那今天呢 收涨0.76%啊 那盘后呢 微低 微涨1.2% 那这样的话 明天的话 再是阳线就ok了 下方mcd啊 有粘合的迹象 需要啊 一个强势的阳线拉起 哎 你看 在临界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 他是不是真的就有点犹豫啊 是的啊 今天是个实际兴线啊 然后有直接的迹象 再按照理论上的明天给过阳线就ok啊 就ok 或者挂拖拖带 对吧 但由于他非连续啊 所以明天最好是 呃 这个挑空高开 然后呢 往上拉 那我们的止损呢 就可以放在这个地点之下了 对吧 这个就是天然气 其实看到昨天那根音线还是比较悲观啊 那今天 那什么啊 所以明下下一个交易时段吧 或者明天 给出个阳线就更乐观一点点啊 好 这是天然气 今天的美元呢 维持在我们的阻力区附近啊 我们看到 呃 对吧 在这里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市场的一个整体表现啊 今天是收音线啊 大盘那 那股票下跌的数量达到7500只 上涨着有4000只 空头是上出的 领长的行业呢 呃 都不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行业啊 杂货店呢 零售啊 医药零售啊 猴腿干点果 医疗分配折口点啊 都是比较一般的 所以今天领长的都比较 比较弱势啊 好 我们把这个一些重要的标题再看一眼啊 这个我们看看 今天我们啊 盘前 这个预判的一些图啊 我们看一下 SQQQ SQQQ我们啊 在视觉上是看到 他实际上需要去测试一下左侧这个波段高点啊 所以今天收涨吧 我们啊 这个纳杂克指数是不是收跌啊 这不是做空纳杂克吗 收涨吧 那接下来下一个交易日啊 仍旧有可能在啊 网上在 呃 这个 怎么说呢 他需要去测试啊 但是啊 随着接近这个点位呢 这个阻力区呢 将会出现更多的交易上的一个分歧 就是说空头啊 对这个图的空头来说 有可能要进场啊 但这个多头呢 也有可能想去突破一下 往上走一下 然后再放弃啊 所以啊 越靠近阻力区呢 东方双方这个分歧越大啊 越分歧越大 所以对于此轮多头波段化的交易者呢 应该提提紧你调节你的移动止损啊 画好这个短暂的这个多头趋势线 那如果能冲上去再跑更好了啊 那冲不上去呢 也不要太恋战啊 因为毕竟是阻力区了嘛 但是现在还没有下跌啊 一定要注意啊 没有下跌 好 我们看一下LOBD 今天为什么会下跌啊 LOBD啊 今天属于一个啊 对于当前的支撑区的一个回踩 对吧 那么加一个交易者 看看能不能给出一根阳线啊 然后继续往上走 它的上行空间会相对较大一些啊 还有啊 这个阻力区在这呢啊 好 这个是他 好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啊 特斯拉下跌2.90% 那他呢和我们的标普类似哈 在BG呢下方的支撑区 全天啊 收低 但是我们看到啊 一个细节 MSD啊 是一个开口死长啊 那这样的话 你想去猜一个指跌呢 也不能 不是说不可能有啊 有可能有 理论上应该假设有 但是呢 你不能去抄呢啊 蓝线下跌出现还是有效的 非常有效 而且相当有效 对吧 突破回踩 肯定要回踩的啊 他他如果能拉上去 还要回踩一下的哈 至少要一次 好吧 所以多特斯无需要着急的 有有网友说啊 他这个买些股票 已经回车50%了 他是股票新手 你不管是什么新手 你应该连续看着我的节目哈 我这一下 说不了那么多 现在是空头行情 对于多特来说 早就离场了吧 红线 我们沿着这红线的时候 有较多的一个分析 包括技术卫的一个研判啊 连着几 几个月了啊 包括基本面上 我们也试图去说啊 这要破位了啊 当时 怎么说呢 现在已经事后了 现在按照空头的思路在看哈 对吧 那多特你怎么办呢 你说 你的方向错了 应该是吧 应该离场吧 比如说啊 已经到这了 接到这了 再离场 不是搁在地板上吗 那 他现在是我们的多特的 进场点位吗 不是 我们多特是在右侧 你既然不是进场点位 你所有的k线都是下跌的 或者说出场的点位 对吧 你延后这么多k线 这么大的跌幅才离场 那 其实已经错到很严重了啊 怎么说呢 改正错误是第一位的 对吧 而且要跟上我们分析的节奏吧 破位 确认 跌破 就应该离场了啊 或者是 在当时的时候 我们还画了这样的一个趋势线呢 对吧 然后我一再 一而再再再再 一而再再再三的给那些多头们 最后的底线哈 说你一定要定一个价格啊 怎么怎么样 现在时候看 又说对了 是吧 不是现在时候看 说对了 而是一直都对 对吧 对特斯拉来说 我们做了一波呢 还 后续呢 就有点悲观了哈 就不愿意再做了 好吗 好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一定要跟上我的节奏 你看我的节奏还是OK的哈 不能说百分之百的胜率啊 但是 按照波段或者趋势理论去做 就挺简单的 而且 我还挺及时的 一天两期节目 有的人还是跟不上的话 那就不怪我了啊 好 我们看一下NNDM NNDM创了一个波段的新低 我们应该把下跌趋势线调整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看的点位是 左侧低点附近吧 他有可能去测试一下吧 你看像不像大盘 那大盘也是在啊 这个逼近左侧低点啊 应该要弄下杂 标普还有那些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奈飞 奈飞今天暴跌吧 在这个图呢 不是一个多头环境哈 不能去看强度 波段还处理之后呢 应该等他洗盘 那这个位置呢 马上就要往下走了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迪士尼 那迪士尼又是一个波段的低点吧 下行反弹下行是吧 这样的话继续往下测 好 我们看一下谷歌 不行哈 谷歌呢 测试到我们的这个下跌趋势线之后呢 下来了吧 不是很妙啊 还是整体上一个是一个震荡下行 什么时候上去上去再看呢 我们不去踩底 但我也不去踩掌啊 就是其实一个意思啊 不去踩底的意思 什么时候突破上去 下一根都有可能 下一根也也有可能不突破上去 是吧 不往上走 是吧 所以要看到 看到之后再考虑 看到就是引起我们多头的焦 这个注意了 回色再只跌才行啊 突破回彩 只跌才行 不只跌也不能做呢 看看木头姐这个TDOC 那今天又穿了一个局部的新低啊 这样的话空头趋势线还是有效的 好 我们 我们看一下AMC吧 其他图没什么可看的啊 那又穿了一个新低吧 暴跌反弹下跌反弹 估计还要跌 跌破这个点啊 好 市场呢 给我的感受呢 还要再创新低的感觉 我们看一下AFM AFM今天有点止跌啊 那也不行 今天K线呢 本身是一个波段的一个新的地点 然后反弹 那么后续应该仍旧等待 下跌讯上的右侧 比如说这个位置确实有可能止路啊 你看这个斜 斜向没效啊 但支撑区可能有反应啊 确实啊 确实 但是你着急吗 比如说不着急啊 对的 下跌讯上右侧再看 是吧 你看下行反弹 下行反弹 那加莱应该怎么办 有可能突破 有可能下行 突破之后 有可能假突破啊 所以需要等待回踩确认 对吧 好 我们今天盘后就先这样啊 我们明天下一个交易数量再看啊 好 试看 再看它是否创新低 好 明天盘前再见 拜拜 拜拜